大家好,欢迎关注华尔街电视频道,本视频录制时间为美东时间5月9日。 这期热点深度,关注习近平的塞尔维亚之行,临时生变,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轰炸25周年之际,未到遗址平掉,其背后也有非一般的用意。 当地时间5月7日晚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抵达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 习近平到访之际正逢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25周年,习近平星期二在塞尔维亚的《政治报》发表署名文章,提及了该事件。 1999年5月7日,科索沃战争期间,北约美军轰炸机的弹药的击中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导致三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美国表示那是场意外,公开道歉,并向中国支付赔偿。 习近平的文章写,此时此刻,我们不能忘记,25年前的今天,北约悍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邵云环,许姓虎,朱颖,三名中国记者,不幸遇难同时。 习近平也赞扬中国和塞尔维亚之间的铁杆友谊,并说, 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成为两国人民的共同记忆,也将激励双方一道阔步前行。 另据美国之音报道,诸如中国日报、环球时报、新华社等中国官媒, 在X平台上发布了大量关于习近平这次访问塞尔维亚的内容, 但都未提及1999年5月7日发生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轰炸, 而是将重点放在中塞经贸合作和民间交流上。 相行之下,在多个中国官媒的国内网站及社交媒体上, 近日纷纷发表或转发了与1999年中国使馆被轰炸有关的内容。 其中,观察者网发表一张当时使馆被炸后冒烟的照片, 并配上1999、5月7日中国人不忘记的字眼, 在新浪微博立刻被广为转发,得到超过5万个按赞, 及约7000次转发。 同时,环球网等官媒也转发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做出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北约犯下的这一野蛮罪行, 也绝不会接受这样的历史悲剧重演的表态。 在这趟欧洲访问第二站,中国官媒做足前夕, 习近平还发了署名文章,却没到中国使馆遗址平调。 据了解,该使馆遗址现建有中国文化中心。 据报道,这座庞大的建筑群包括一所孔子学院、工作室、展览、办公室、住宅区和一家酒店。 它被视为中国在塞尔维亚和整个欧洲影响力不断增强的象征。 南华早报相关的一篇报道提到, 习近平决定在北约轰炸贝尔格莱德大使馆25周年纪念日时, 不参观中国的前使馆遗址被描述为一种谨慎的举动, 以避免引发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 习近平在2016年首次访问塞尔维亚期间曾参观过该遗址, 但这次在他的行程中没有包括该地点, 这让很多关注中国领导人本周访问塞尔维亚的人感到意外。 时政观察家邓宇文认为, 习近平为参观使馆遗址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 是因为他在塞尔维亚访问期间行程安排非常紧张。 中国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及教授沈丁丽认为, 这也表明习近平不想过度激怒美国 或者让塞尔维亚的东道主陷入困境。 如果习近平在备受期待地访问轰炸地点之外还进行了纪念活动, 欧盟可能会向塞尔维亚施加压力。 作为欧洲三国之行的一部分, 习近平有意选择了北约轰炸的纪念日访问塞尔维亚, 这凸显了他根深蒂固的反西方观点。 他说,如果北京希望显示愿意改善与美国和北约的关系, 他本可以避开这个特殊的日子去访问塞尔维亚。 华盛顿史蒂姆森中心东亚项目联合主任、 中国项目主任孙韵表示, 习近平在使馆轰纪念日进行第二次塞尔维亚国事访问, 几乎不可能是巧合。 孙韵认为, 中国与美国处于稳定模式, 所以没有必要强调那一点, 提及轰炸事件就足够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陆祥表示, 通过习近平在2016年访问轰炸地点和政治报的文章, 北京已经明确表明了对事件的立场, 每次他访问塞尔维亚都没有必要举行纪念仪式, 也没有必要让历史事件主导当前的中塞关系和中欧关系。 在5月8日, 习近平访问塞尔维亚期间, 令其成为首个与中国签署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协议的欧洲国家。 在贝尔格莱德,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塞尔维亚总统武器旗共同宣布将加深和提升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并共同建设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 这一声明在双方领导人会晤后发表, 标志着双方关系的新高度。 此前, 习近平在从法国访问结束后, 在塞尔维亚受到热烈欢迎, 此前他的国事访问主要围绕贸易争端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 在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宫前举行的欢迎仪式上, 从塞尔维亚各地乘车而来的数千人高呼, 中国塞尔维亚病, 挥舞两国国旗。 塞尔维亚的民粹主义总统武器旗在阳台上对人群发表讲话, 称习近平为铁杆朋友。 他说, 习近平的访问是历史性的, 因为他为两国关系的更紧密联系, 开辟了道路。 习近平在周三官方会议开始时表示, 塞尔维亚人民使中国人民为铁杆好友, 是一手见证人。 对于中塞命运共同体的提法, 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 塞尔维亚成为首个和中国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 充分体现了中塞关系的战略性、 特殊性和高水平。 彭博社的相关报道则提到, 习近平在塞尔维亚访问期间, 似乎没有前往北约轰炸的中国大使馆遗址, 这表明他在谴责以美国为首的集团的同时, 也在平衡与华盛顿的脆弱关系。 官方对此次访问的报道中没有提到任何对该地点的访问。 在习近平抵达当天, 他在塞尔维亚政治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 誓言永远不会忘记这次袭击, 这引起了人们对他可能访问使馆遗址的期待。 为公开访问可能表明北京方面正在克制一些行为 以防止与西方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在过去一年中, 中美关系已经稳定下来, 一系列外交交流使双方的关系 在贸易和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得到了控制。 在他最新的贝尔格莱德之行期间, 习近平将更多的贸易与中国看作是进步的必然方向, 因为两国签署了共计28项合作协议, 涉及电子商务、地质和矿产等领域。 习近平于周三抵达匈牙利、匈牙利总理维克托、 奥尔班正试图扩大与中国的经济联系, 包括通过将匈牙利更多地纳入一带一路倡议, 开展进一步的铁路现代化项目, 以及为连接匈牙利与塞尔维亚的新原油管道提供融资。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6do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 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